第4775集 虚幻的神术影子逐渐浮现出来 透明如林的叶子上散发出一条条神光 飘散而来穿透了神徒宛儿的身躯 神徒宛儿漂浮起来 张开樱桃小水 吐出了一团黑色的雾气 任非凡则是迅速出手 掌心风雷涌动 直接向那黑气逼散 叶辰则是待在原地 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 在他看来 神徒宛儿的体内堆积了不少的黑色物质 黏黏乎乎像虫子一般蠕动 这些虫子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清除的 无论是轮回血脉还是聚精的力量 都无法让其退散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此等功法凝聚了万毒神殿的天仓毒宫 叶辰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类功法的名字 他对于毒宫的研究少之又少 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关万毒神殿的传说 但就是这样不起眼的毒宫 可以称为宗门之中的杀兆 杀人于无形 毒人于无息 这般力量足以让所有的武者都悚然动容 任非凡的心中有所猜测 恐怕当年万毒神殿并不是被灭掉了 而是被羽皇家族秘密锁起来 挖掘出了毒宫的目的 否则是无法研制出如此完美的毒宫的 就连任非凡也拿起毫无办法 唯有叹息一声 万毒的毒素十分强大 已经顺着他的经脉 传遍了全身 并且与他本源力量缠绕在一起 若出手者强行将其折断 便会直接伤害到他的性命 那停留在他体内的毒素 几乎是在瞬间 就如岩浆一般沸腾起来 神徒宛儿整个人的神色 变得极其扭曲 像是承受着莫大的痛苦 任非凡当即神色一沉 他收回了自己所灌入的那道力量 等威胁不在 那些影子都乖溜溜地缩回去了 果然是天仓毒宫 任非凡当即确定了这门毒宫的存在 根据任非凡所说 这门毒宫乃是旧日时代 传承下来的强大功法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 曾有万毒神殿的大能 涌出了这门毒宫 图师百万里 血流成河 流血飘落 无尽的毒威骤然成形 那时候的一个星域 无法承受这般毒威 都已经作废 那般场景 鬼佛见了都得避让 阎王来了都不敢收 他体内的毒宫 仍旧处在种子阶段 而且其中注入了特殊的密法 应当是由万须神殿的高手 直接操纵 连任非凡都没把握 解除这等毒性 若是让叶辰来 更加危险 他们二人暂时 未曾找到解决之道 只能放弃 叶辰没有想到 就在这时 他的周身有灯灯的声音传来 他回头望去 却又没发现什么异常 任非凡的眼神 骤然间变得犀利起来 他的目光搜寻一番 最终定格在叶辰的身上 旋即变得有点古怪 任前辈 你这样子看着我做什么 叶辰疑惑地问 不过还没等任非凡回答 一阵阵狂风 从四周席卷而来 滔滔不绝 而叶辰刚想开口 却被一道风声淹没 呼呼吹响 力量格外强劲 飓风踏着厚重的脚步 逆流而上 在叶辰的意识之中 穿梭不停 叶辰的意识沉入体内 发现了惊人的巨变 原来是轮回目的当中 产生了异动 一阵阵飓风 弥漫了整个轮回目的 无论是山川河流 还是荒原沙漠 皆是充斥着此等呼啸的风儿 叶辰的目光 穿破了这些飓风 在那空间通道深处 有一个身影 缓缓走出来 那个身影 行走间 如同闪电一般矫健 而且身影飘忽 双肩之上 还有两道细小的 青色风卷 一道意念 传入叶辰的脑海当中 混沌风地 此人正是混沌 无子之一的 混沌风地 实力十分强大 他掌控着 混沌的风元素 可以说是 世间自然的主宰之一 混沌风地的身躯 十分庞大 即便是灵体 也足足有二三十丈 而且他身穿一条 青色的风衣 布满了如树叶般的纹路 那些纹路一看上去 便让人产生一种 从心而起的膜拜感 是你将我唤醒的 好小子 实力还不错 混沌风地 爽朗大笑 一挥手 便有上万道风刃席卷而来 对于这等手段 叶辰颇为惊讶 那些风刃 是奔向他而来的 见到这一幕 叶辰的表情 微有变化 但随即变得镇定下来 混沌风地 所凝聚出的风刃当中 并没有杀戮之意 因此他坦然接受 那些风刃就像是 飘散的落叶 穿过了野尘的身躯 使他体内的轮回血脉 激荡翻涌 你这家伙 是想故意试探一下 他的资质吧 放心吧 这小子可是天生的 雷修和火修 已经成为我们 二人的徒弟了 没你的份 混沌炎帝 也从轮回墓碑中 走出来 凝聚成淡淡的虚影 混沌雷帝紧随其后 一言不发 嘴角却挂着淡淡的笑意 见过三位前辈 叶辰拱手作意 与我无需那么客气 虽说我才觉醒不久 但这两个老家伙 已经将之前 所发生的一切 传达于我 如若不是你 恐怕我们这几个老东西 都没有复苏的机会 混沌风帝对于找传人一事 并不怎么执着 这出天万劫 风属性的天才太难找了 混沌神风 代表着世间一切 风系功法的源头 也是十足 唯有那最为顶级的风系天才 才能够接受他的传承 混沌雷帝与混沌炎帝 也深以为然 混沌功法 源于开天辟地 威力无穷 而且具有十分强劲的 本源之力 自鸿蒙初始以来 没有任何一人 可以同时误透 混沌五行的功法 混沌五子各为体系 各创辉煌 延续了千万年之久 他们三人 与叶辰寒暄交谈过后 也和任非凡打了个招呼 不过就在此时 任非凡忽然发现了 些许不对劲 叶辰闭上了眼睛 紧锁着眉头 而在他的身体表面 浮现出阵阵清光 混沌风帝等人 转过头来 见到这一幕 也是有些错愕 我发出了一道 轻之锋刃 是想试探一下 它会产生什么反应 如若没有任何异常 那便代表着 没有半分 风系功法的天赋 我原本还以为 这小子是没天赋 混沌风帝张了张嘴 还有句话没说出来 其他两名混沌神帝 则是愣了一下 旋即相视一眼 目光之中 带着些许玩味之色 夜沉的身上 青色风刃环绕成形 转化为一道道 锋利的剑刃 竟然就此旋转起来 他伸手一抓 那些青色风刃 仿佛得到了指令 纷纷汇聚而来 凝成了一把锋芒毕露的青剑 这把青剑无比强悍 仿佛是祭祀之物 转眼间气势冲销 不可阻挡 那把青剑腾空而起 浩浩荡荡挥洒成河 紧接着 即是变换成一口大钟 轰然间乍响 笼罩天地 神威浩荡 浓烈的轮回力量 缠绕其上 如电闪雷鸣 风卷残云 瞬间凝聚成了一只剧长 叶辰睁开双眼 青色光芒 像是两口碧弹 疯狂转动 锐利的剑气 像是一条线 垂直向下 将那一处的虚空 给斩成了碎片 叶辰咬紧牙关 神色变幻不定 他身上的衣袍 鼓荡作响 有狂风从中刮过 带起一阵震荡的气息 其他几人都能看得出来 叶辰这是在尽力 尝试着控制清风 而此时叶辰的意识当中 正在与一道细小的轻刃 产生对抗 想要入侵我的意识 恐怕你还不够资格 叶辰低喝一声 他调动汽海当中的能量 顺着经脉 传遍四肢百骸 汹涌的力量澎湃而出 刹那间绽放光滑 似乎是一座火炉 蒸腾而起 向那把轻刃烧正了灰烬 那些轻刃仿佛是察觉到了 叶辰的抵抗 顿时升腾而起 凝聚成极为强大的狂流 像是一头头凶猛的巨兽 呼吸而出 风驰电掣 朝着叶辰冲撞过来 叶辰冷哼一声 他往前踏出一步 浑身金光乍现 八步浮屠气 那些轻刃与八步浮屠金光之间 产生了剧烈的碰撞 以时间竟然全部碎裂 泯灭成沉 而叶辰体内的震荡气息 顺着各个方向的轨迹 朝那些轻刃涌过去 反客为主 叶辰主动出击 神色淡然无波 但他所释放出的气息 席卷如雷 很快便收拾掉了剩下的轻刃 不过让他感到惊讶的是 那些青色锋刃 并没有就此消散 而是化为一道风儿 轻轻地飘入他的体内 叶辰绣袍一斗便卷起 那些无星的风 尽数送入自己体内 顿时轻风入体 舒爽的快感扑面而来 无形之间 他似乎察觉到了 自己的气息有所增强 但具体是哪一方面 还有待深究 等他回过头去时 发现四名顶尖强者 皆是打量着自己 神色都有些古怪 几位前辈 你们为何如此看着我 叶辰顿时有些疑惑 他刚刚被那道青色锋刃挑衅 心中有些愤怒 便独自出手 灭了那道锋刃 难道说 那青色锋刃 乃为重要之物 混沌雷帝似笑非笑地 看了混沌封地一眼 旋即开口道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修炼了混沌神雷 与混沌火焰的人 不可能再有 混沌神风的资质 这一次 我可以说是你错了吗 混沌封地的神色 变幻不定 他也没想到 叶辰竟有如此资质 混沌炎帝 则是哈哈一笑 即使满意 又是清奇 任非凡也是笑容满面 谋中异彩呈现 叶辰总能带给他 很多意外的惊喜 次次如此 他很期待 这家伙接下来 还能有什么样的 惊人壮举 3 4 5 5 6 感谢观看